分享的是關於我那時兩年前一個人到印度去的一趟旅程下來的收穫 好接下來我要問幾個問題 請大家閉上你的眼睛 嘿嘿又要閉眼睛 嘿嘿嘿 好請大家深深的吸口氣 然後慢慢的把氣吐到最深最深的地底去 然後把所有東西都放掉 衣服要脫嗎 不要不要不要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放掉你的氣 然後放掉你的名字 放掉你的履歷 放掉你是誰 放掉你過去的所有的一切 現在好好的感受你就在這裡 好我等一下會問幾個問題 好想問今天有照鏡子的舉手 很好請放下昨天有照鏡子的舉手 好請放下想問昨天照鏡子的時候 然後你覺得你的眼睛裡有光的請舉手 很好 那想問覺得今天的你跟昨天比起來不一樣的請舉手 很好好請放下 好等一下我們會進行一趟神秘的旅程 然後這趟旅程我想要邀請大家去好好的感受 這樣就好了 好 現在請大家找到兩個兩個一組 然後把後面的人請把手搭在前面的人的肩膀上 隨便在場地上隨便找人 眼睛閉起來的狀況 喔沒有沒有眼睛緊張看 好 好 不好意思 然後請前面的人舉起你的手 好 然後請回頭對面的人說 你今天看起來特別可愛 請不要撐罐槓白請不要多說差的話 好 然後請後面的人對前面的人說 你也是 你也是 油火 因為油火摸著你 好 好 好 那請前面的人舉起手 然後舉手的人請圍成一個圓圈 如此我們會形成一個同心圓 請後面的人不要放掉放掉你 大家在旁邊馬上的手 然後前面的人請好好的圍圈 圍成一個大圈 後面的人請你好好的感受 你的手放在另外一個人的肩膀上 欸 只有兩個喔 兩排 兩個圓 所以你不能相信 有女生地方不要抓回來 後面是沒有人的 兩個兩個 一直留 後面兩個人的 後面兩個不行 這個卡卡 有沒有人沒有的 頭對 我後面有 那人沒有人嗎 你要嚇我呢 要確定喔 因為他們會是你等一下的旅伴 然後請大家轉身過去看著他 等一下呢 等一下在旅程中我們只有一個要求 就是不能講話 不能講喔 因為我們平常用了很多的時間在跟大家對談 可是講完了之後你記得多少呢 試著用眼睛去看著他 去看著你對面的人 感受一下 你會發現他跟你一樣覺得很尷尬 好好地看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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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試著從他的眼睛裡找到裡頭 好 等一下呢 因為每一趟旅程的開始 都會有相遇 我們在路上 我們等一下會遇到不同不同的人 每一次相遇 每一次相遇 你會有三個選擇 每一次相遇 你會有三個選擇 等一下呢 你看著眼前的人 然後 我會唸一串咒語 叫做 然後請你們跟著我說 然後請你們跟著我說 就是你們要唸得到 然後唸完之後 你要對眼前的人 做出選擇 好 請大家看我一下 對 請大家看著我一下 對這邊 對我示範一下 就是等一下我會說 然後我們就說 然後做出選擇 譬如說 我看著他 我想要對他比一 那就表示我想跟他握手 然後五 然後如果比二 表示我想要跟他激戰 然後如果比三 表示我想要給他一個擁抱 所以每次到一個人 你都會有一個選擇 我們現在只有三個選擇 對 所以每次的相遇 你都有一個選擇 然後我們再來 就會換到下一個人 對 好 接下來我們的旅程 就要開始 請大家 記得 閉上你的嘴巴 好好的去感受 然後也只是這個人 好好的感受自己 該遇到他的時候 是什麼樣的心情 好 準備 同時嗎 同時 不一樣 不一樣沒關係 但是在同樣答案的時候 就是兩個人心相通的時候 然後我們連結跟魔法就會想 所以你們就可以入了那件事情 就會配對成功 好 好 可是重點不在於 別人要跟你一樣 重點在於你想要做出什麼樣的選擇 好準備 好 你開燈了 你開燈了 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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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有開燈成功的真相 沒有 好 很好 帶起來 然後我們這個回合結束 我們會即將遇到下一回合的人 所以請 挺好喔 這非常困難 請內圈的人往右走一步 外圈的人往右走一步 他是換人 不可以說話 我們這是一個沒有言語的地方 就像我那時候去到印度的時候 一開始你想說英文可以通 結果你發現你講你的 他講他的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溝通 但是我們卻又一直在溝通 請你試試看挑戰一個不一樣的自己 挑戰一個不一樣的溝通方式 好 請看個對方 好 太正想幫我可以馬上蹲下 沒有 好 帶起來 然後再換 一樣 配圈往右一步 外圈往右一步 外圈往右一步 好 準備 好 配隊成功的請蹲下 沒有 好 請所有人都蹲下 好 請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們覺得 想問一下 剛剛有沒有比較喜歡比一的人 比較喜歡握手的 有嗎 那比較喜歡幾丈的嗎 喔 蠻多的 那比較喜歡擁抱的 一般一般 好 我想問大家 你們覺得有沒有可能 就是到某個時刻 我們所有人都做出同樣的選擇 你們覺得也有可能嗎 就是我們在這裡 這麼多的人 有 有 有 很有信心 有 好 有沒有人願意講一下 為什麼有可能 誰是機遇 誰是機遇 好 這是其中一個答案 可以簡單講 宇宙的力量 宇宙的力量 好 我現在想要請大家 我等一下數到三 你們把手在胸口拍一下 好 一二三 你們有沒有看到有人是這樣拍 有人是這樣拍 就是光這個簡單的事情 我們每個人理解都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這樣跟這樣 對 然後 我想要講的是 就是這個小小的練習過程中 我曾經第一次做這個練習的時候 我也覺得怎麼可能 所有人都一樣 我那時候選的是 我都比二 就是擊掌 因為我覺得就是握手好像有點客套 擁抱有點好奇怪 然後擊掌感覺是一個很歡樂的一種 接觸的方式 然後大家都可以接受 然後可是後來發現 我在過程中 開始遇到有人對我擁抱 然後我就覺得 這感覺其實滿溫暖的 可是叫我要把這個擁抱去 拿去再傳給下一個人 我覺得還是會有點一直卡卡的 可是一直到 我不斷不斷不斷的接收到 然後我開始發現 其實我好像也可以試著把我 接收到的東西再傳出去 然後我想到在 其實去印度的那個過程 就是我是一個人去 然後我在說休學 其實我幾乎有一點是 半逃亡逃過去的 就是我覺得這裡的生活太可怕 就是人生沒有意義啊 然後這個教育體肢包在幹嘛 然後我想在這邊找生命的答案 然後我就買了機票兩天後 我就飛過去 然後我只知道我第一天晚上要住哪 跟第二天要往哪個方看走 然後其他行程完全不知道 後來走著走著我到了 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所建的一個 就是他們在巴蘭薩拉 建了一個流亡政府 然後我到那邊之後 我就看到有 就是有志工服務的機會我就去 然後在跟那些流亡藏人相處的過程中 我就觸動很深 因為那些 我不知道大家對於西藏人了解有多少 就是他們 其實是因為中國不斷的壓迫他們 然後想要讓他們的宗教文化 跟語言全部滅絕 所以那裡的人 就是他們就很少喔 就翻越喜馬拉雅山逃亡到印度 然後他們的夥伴 他們的兄弟姐妹 或者是很多的朋友 就是其實在爬越喜馬拉雅山的過程中 就是就離開了 然後他們擁有的很少 可是在那裡 我覺得就是 他們就是不斷的給予不斷的付出 然後我記得就是有一次就聽他們說 雖然中國人對我們很壞 但是我們並不恨他們 就是他們相信所有人的存在都有他的重要性跟目的 就是有他美好的重要性 因為每個人心裡其實都是渴望被愛 然後也有能力給予的 只是我們忘記了這件事情 然後接下來呢 我想要再請大家幫我一個忙 我們等一下要 就是我們會繼續三個回合 然後接下來三個回合 我想要求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總是看著外面 看著遠方 然後心裡想著過去 然後就是手上又拿著其他的東西 我們永遠在一個很分裂的狀態 但等一下我想請大家全心全意 一直做一件事情 看著對方的時候 你就好好的看著他 然後第一個回合我想請大家都比一 然後握手的時候 你就真心的去握 去感受手掌的溫度 然後第二個回合我想請大家都比二 你就用力的給他拍 然後看看會撞出什麼樣的紅花 然後第三個回合想請大家都比三 你就真心的給一個擁抱去感受 好 我們在一起試試看好嗎 聽清楚 一樣喔 耐圈的往外走一步 耐圈的也往右走一步 現在要走 對 現在走 然後大家應該都會對得到人 如果對不到人的話 就表示你沒有很認真的去記得 你剛剛是遇到誰 可以嗎 有嗎 每個人都有嗎 準備喔 沒有人應該被遺忘 所以請每個人都要看顧好自己 跟你的夥伴所在的地方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準備 請認真一次只做一件事 這回合我們比一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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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用你的眼神跟對方謝謝跟再見 然後我們再往右一步 然後我們再往右一步 這回合我們都比二 準備 然後用眼神跟對方再見 再換上一個 然後這回合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這回合我們都比三 可是請大家看一下這邊 台灣人的擁抱很習慣是這樣 我希望大家試試看這次挑戰自己的不可能 或者是你不習慣的事情 因為旅行我們就是要實驗 然後去感受一個不一樣的自己 請大家在擁抱的時候 用肚子去感受對方 因為這輩子我們就只有這一個機會 會在這裡 然後跟你面前這個人 做出這樣的選擇 好好對不起 欸欸欸欸 這邊要給你啊 這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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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準備 請看著對方 此舞 有發夢話嗎 沒有發夢話嗎 receive 好準備 好準備 對方 有少人 哪邊少人 這邊 方這邊 這回合請好好的感受 Key lá lá 甘啤兔 我想要分享一個小小的故事 就是我不知道你們相不相信所有的人的相遇都是安排好的這件事情 相信 其實我也是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才開始去認真的體悟 然後相信認識才開始動作 那當時我在印度拍的一個照片 那邊滿滿的人 世界上人那麼多為什麼我們就是偏偏遇到眼前這個人呢 那很多時候你會覺得我沒有夥伴啊 然後我感受不到愛 就我曾經這樣覺得我曾經有憂鬱 然後我沒有辦法跟人群接觸 我沒有辦法好好的看著一個人的眼睛我會害怕 然後我後來發現是因為在生活中很多時候 我們的眼睛只看著目標的方向 但是卻忘了就是身邊的所有的路所有的風景 是這趟旅程組成了你的人生 然後在就是像一個過程中 就發現就是每個人出現 他都是帶給你一些課題 然後我現在想分享一個小小的故事 就是在來到這裡來到這個世界上以前啊 其實我們都是天上的小天使 就是我們會像現在一樣就是做成一圈 然後我們就開始畫自己下輩子的生命藍圖 然後開始寫自己下輩子的靈魂 然後其中有一個小靈魂 他就對大天使說 欸我知道我下輩子想要學習什麼了 是什麼 我想要學習寬恕 然後那個大天使就說 請你看看你左邊 看看右邊的其他靈魂 每一個都是很完美很特別的 你要寬恕誰啊 因為沒有人做做事 然後他就很難過很失望就說 為什麼 我就想學這個 後來在他對面的另外一個靈魂 他就走到他面前對他說 我願意幫助你 他說好啊你要怎麼幫我 然後他就說 我願意下輩子來到你的生命裡 讓你做出一些很壞很壞很壞的事情 讓你很痛 讓你學習寬恕 然後那個小靈魂他就說 可是你是一個天使欸 你那麼漂亮 為什麼你願意為了我變成一個惡魔呢 然後他就說 因為我愛你啊 因為很久以來 我們一直都是這樣互相幫助彼此學習的 以前你是男生的時候 我是女生 以前你很窮的時候 我很有錢 因為如果你沒有走過冬天那種很寒冷的感覺 你就不會知道溫暖的感覺是什麼 如果你沒有在山谷裡走過 你就不會知道山上的風景是什麼 或你沒有很痛很痛的哭過 你就不知道笑起來的開心是什麼樣的 我的存在 你的存在 任何人的存在都只是為了讓我們去體驗去學習 沒有什麼啊 然後他就很開心啊 然後就說 那我要怎麼報答你呢 你對我那麼好 然後那個小靈魂就跟他說 很簡單 你要答應我一件事情 當下輩子 讓我很 我讓你很痛很痛的時候 請你記得我們在這裡的約定 你要記得你是一個天使 我也是天使 如果你忘記了 我們兩個就會迷失很久很久很久 我就會以為我是惡魔 我是壞人 你也會忘記你是誰 一直到下一個天使才出現 提醒我們這件事情 然後他就說 好我一定會記得你的 我一定不會忘記的 然後我覺得在 印度旅行的那趟路中啊就是 我記得有一天我走在街上走走走 後面就有一個印度男生就 欸 門燈門燈 結果他就叫我 然後我想說 這個人要幹嘛 我就開始跑 然後他就開始追喔 然後就追追追追追 追過了兩個轉角 然後我就很喘很喘 停下來之後他就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你的外套掉了 對他撿了我的外套衝過來 然後我就想 我我我我我剛在幹嘛 就是我都還不知道他要幹嘛 但是我卻因為就是我很害怕 我我不知道為什麼的恐懼 而做出了這樣的選擇 然後就發現其實這個恐懼 我在台灣也有 我在我家小時候就很 譬如說很怕黑很怕一個人 很怕後面突然有人叫我 或拍我 然後只是印度是個放大鏡 他讓我看見了我原本就有點害怕 所以其實跟印度無關 他只是去讓我看到 我還有這個課題要學習 然後同時也在印度我接收到了 很多的禮物很多的愛 他們就是 因為我一個女生走在路上 可是一路上有很多很多的人 他們就是很熱心的來幫忙啊 或者是什麼的 然後我記得有一個媽媽 就是她收留了我一個晚上 然後 後來她的小孩吧 因為她小孩不住在那個家 她就問我說 欸那你跟我家人相處怎麼樣 我說很好啊很開心 她說可是你知道我爸媽不會贏我嗎 然後我想說欸那我們的溝通是 然後後來我就傳了一封訊息 很長的訊息跟那個媽媽說謝謝 她指揮我說 然後我說 I'm your mom 就是 讓我感覺到 不管怎麼樣 你隨時都可以回家 然後我很愛你 就是即便我不認識你 然後就發現其實真的 你去看身邊的每一個人 他的背後都有一雙翅膀 包括你自己 就像這張照片一樣 就是兩個大人 他們背對背的 套在一起 我們都在現實的生活中 忘記了自己 陪在那個渴望愛的孩子 然後我們開始武裝自己啊 我們開始用各種的包裝 各種的證明 想要證明自己 很正常很厲害 我不需要愛 我不需要別人的幫忙 沒有關係 可是我們那一代 始終有一個孩子 他渴望跟別人接觸 他渴望勇氣 他渴望被你看見 我的爸爸媽媽都是老師 然後從小 其實我在家教的一天 然後我一直想要證明 我很厲害 我想要證明我沒有他們 我可以 可是經過了這一趟旅行 我發現很多外帶的東西 開始磨碎 就是其實 我想要的 只是好好的 跟他們擁抱 好好跟他們吃一個午飯 我只是 想要 就算我什麼都不是 就算我很 我是個人小廢物 但是我想要被他們愛 我想要好好打開 然後在印度的旅程 其實在旅行中 難免就是我們會遇上很多道別的事 就包括等一下 我們也會離開這邊 然後即便你現在很愛 或者是很想要擁抱 或者很想黏上你面前這個人 可是都會有到說再見的事 我幾年以來都很害怕所再見 可是 慢慢的在旅程裡面 你就會發現啊 就像我們剛剛的練習一樣 那個人給了你擁抱 給了你溫暖 他可能不認識你 不知道你是誰 可是他願意保你 或者說你願意 扶起勇氣去給予擁抱這件事 然後慢慢的我就開始不會害怕分離 因為分離的時候很痛 可是因為你知道我們會分開 所以你在面對這個人的時候 你就會慢慢的沒有評鑑 然後不去定論說他是誰 他曾經得到過什麼 他賺多少錢 他怎麼樣怎麼樣 你就只知道他是個天使 他來找回你一些事情 他來喚醒你心靈的力量 所以我後來就 即便離開那些人 但是每次當我遇到下一個人的時候 我都會帶著上一個人給過我的愛 給過我的勇氣 給過我的擁抱 然後去相遇下一個人 然後再後想要自己分享一個東西 就是我覺得孩子是非常有力量 然後我們每個人心裡都有 然後愛這件事很多人都說 可是愛是什麼 我反正說不到愛啊 愛很簡單 愛就是你能夠全新的去感受 全新的去感受 你現在坐在這裡 這片大地接著你的力量 全新的感受 你看著別人 全新的感受 你在呼吸 你知道嗎 當你能夠分得出 就是美食跟大便差別的時候 你就能夠愛 為什麼 因為我們喜歡穿衣服 是因為 穿著衣服的時候 我們感覺到溫暖 我們感覺到愛 吃著美食的時候 我們很快樂 我們感覺到愛 那其實是我們每個人 與生俱來的東西 然後我覺得旅程中 就是慢慢的打破打碎 開始面對 開始認識到其實自己心裡的力量之後 即便在這樣的生活裡 你還是能夠感受到那些很美好的事情 然後這些美好的事情 會幫助你 在面對下一個人 面對下一件事 面對生命的所有困境的時候 都是有力量的 你哪能不是愛呢 你哪能不是愛呢 好 最後想要請大家 站站起來 我們來做最後兩個回合 請往右走一步 還是就補空位吧 每個人面前都有人嗎 沒有人會被遺忘 我請你 我幫你來這裡 我幫你給我 那我給你好 好 準備 好 好 開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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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往右一步 開朗了 開朗了 開朗羅 開朗了 開朗了 好 好 開朗了 開朗了 開朗齦 好,最后请大家再感受一下现在的心跳 跟一开始有什么不一样呢 然后感受自己的身体 现在是不是比较紧张 有点焦虑,有点尴尬,有点害羞 可是又有点暖暖的 最后再一个小小的故事 我们就要结束这趟旅程 在费州的部落有一个传统 那个传统是 当他们部落里有人犯错的时候 我们部落里的人 就会把那个人给围起来 然后带到城市的中央 然后部落里的人 就是把他带到村子的中心之后 他们就会花两天的时间 跟那个人说 他曾经做过的好事 因为他们相信 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都是美好的 只是大家追求的都是爱和平快乐 跟被尊重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会犯错 只是因为在这些追寻的过程中 忘记了自己 然后这些犯错其实是告诉大家说 我需要帮忙 所以部落里的这些人啊 他们就联合起来 去振作那个人 去提醒他 去过去他等定忘记的事实 你是美好的 你是值得为爱的 他们透过这种方式 去帮助他连结 去帮助他连结 他的心中 真实的 美好的 勇敢的那个孩子 告诉他 一切都没有关系 曾经我们都在自己的生命里面 犯过很多 大大小小好像是错误的事情 我们责备自己 我们开始批判自己 觉得自己很糟糕 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 可是我们都忘记了 其实生命给我们 很多很多的机会 让我们重新去看见自己 其实是很棒的 然后南非的这个部落 他们就像印度的问候语 Namaste一样 他们会说 Sakyoshka 意思是 我爱你 我敬重你 你的存在是美好的 然后对方就会回说 我为你而存在 然后想要分享这些是 我在旅程中体悟到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孩子 就是我们渴望被爱 我们有能力去爱 只是我们忘记了 然后希望借由跟别人的连结 然后感受自己的心跳 让大家重新去感受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一个幸运的人从来不是他拥有多少东西 而是你的心有没有办法随时被感动 去维持那个心跳的温度 他就会让你在面对所有所有的困难 所有的害怕的时候 永远有力量 今天也谢谢你们 因为这是唯一一个很特别的时刻 今天是2016年3月12号 昨天是3月11年 今天是3月13 所以就只有今天这个时刻 然后我们这些人同时聚在这里 一起参与创造这个旅程 请大家把手放在自己的心口 然后去重新的感受它 不管是在印度 在台湾 在加利 在黑暗里 在哪里都一样 记得 等心一直一直一直在为你跳动着 只要它还跳着的每一刻 你都能重新做选择 而且不是只有1 2 3 可能还有4 5 6 7 8 9 10 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可以带着你往心里前进 好 然后就可以慢慢回来 谢谢你们在这里的台湾 好 谢谢大家 那大家可以就是再回到 结束了吗 不好意思 I'm sorry 大家看一下就好 这是我那时候带那边的一个藏人学生 就我们上课在聊一些事情 就聊到生命的一些重要的事情 自由快乐什么 然后那个藏人学生就写了这段